我是立法會議員黃延山選委界別 我同時也是團結香港基金的副總裁 公共政策研究院的院長 負責自負的政策研究和倡議的工作 應該十歲之前是一個童星 拍過一些劇集 中學時有拉絲的琴也有八級 我現在比較集中 希望將我智庫的政策研究和立法會的工作 能夠互相補足、互相結合 做到相負相成、一盟相成的效果 我在香港土生土葬 18歲後去了美國讀大學 在芝加哥大學讀完經濟後 去了耶魯大學讀碩士 讀完碩士後就開始在華爾街工作紐約 工作了三年後就去了倫敦 做了五年 2005年回來香港 我們基金會主席董建華先生 以及我們基金會的總裁鄭李金芬女士 七年前邀請我建設這個團結香港基金底下 政策研究院 大家從來都說香港的政策研究 智庫生態環境有所提升的空間 在董先生的大令下 亦給了很多機會和拓展的空間 在很多國家和城市 可以見到智庫的政策研究和政府施政 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香港似乎這兩者的關係相對比較弱 你怎樣看香港的智庫生態的未來發展 另外就是你現在在立法會作為議員的身份 可以怎樣進一步去推動 國家對於智庫能夠幫助到 整體政策制定的功效 真是毋庸置疑 不同的地方 政治體制的不同 智庫生態環境亦都不同 在香港未來智庫的工作 更加有出路 不能夠像以前那樣去不停內耗 是要積極向前建設 但怎樣去推進 是需要有策略 有規劃 有方法 有進程 需要在智庫層面 在政府內部的政策規劃層面 互相牽引 互相能夠去補足幾個作用 因為智庫就是立足在社會民間 面向大眾 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在這一屆的立法會裏面 有多位像你這樣 從事智庫工作或政策研究 又或者是有學者的背景 你覺得這件事是為立法會帶來甚麼新的增值 無論是土地房屋 經濟 教育 醫療 一些社會大家都很關心的議題 智庫的重要性 或者政策 一些比較策略性的政策研究需要 因為都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 希望在這些範疇裏面 改善香港的系統 發揮香港的優勢 即是行政立法關係進一步深化 或者當政府行政機關去想一些政策的時候 參與 給一些資料 給一些見解 議員 無論是智庫背景 無論是學者背景 發揮的功效就更加大了 過去停滯不前 社會經濟民生的建設工作 之前是減慢了 甚至停滯了 再出發就是加把勁 掌緊時間 做好這個建設 對香港好 對香港市民 都是帶來改變